全台儿童重症累计211例 其中132例都是密西西 另外0到5岁幼儿又占比超过6成 疫情持续延烧 儿童医疗负荷更加吃紧 外府部长薛瑞源担心 其他非重症传染病 是否还能用这种方式做处理 目前儿童医疗网十分脆弱 必须强化 以免10年后儿童急重症 只能往国外送 相信过十年台湾出现一个情形 孩子得到某种重病 要去国外就医 台湾无能力能够处理 在中行院根本没有小儿科医师 那甚至是找成人的急诊科医师来代替 要重视少子化问题 第二要儿童要多放点资源 那儿童是没有选票的 所以每次选举大概都中取不到东西 台湾儿科医学会理事长李鸿昌 指出在儿科服务40多年 因为没有儿童专责医疗 儿科医师负担很重 看看全台医学中心 共19家有9家都在北部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儿童重大疾病救治成为一大问题 设置医院一定要设有小儿科 像是新光医院这样的医学中心 设备更加完善 但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就医人数减少 特别经营也造成困难 大型医院的小儿科 它可能会有一些萎缩的状况 萎缩的原因就是因为 基本的病人是减少的 那再加上给付的不足 人力是分散的 那人力是分散的话 就不利于整个儿童医疗网的一个建构 专家认为当务之急 就是建立完善医疗网 生日人也提出三大方向 第一是成立儿童核心医院 处理急重症 训练医师 第二是儿童急症医院 每县市至少一家 另外儿童专责医师制度 要在特定年龄前 追踪健康和疫苗施打状况 有延误立刻通报 要把疫情后发现的儿童医疗不足问题 慢慢补上 TVA新闻 王星唐曹正人 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新选择